这里地处印度洋是一个奇特的动植物王国 这里的蜜林里生长着无数不为人知的植物 白头美狐猴 环美狐猴 红顶马岛绢 红尾蒙 马岛三眼西 符文陆归 都是当地特有的物种 雨林和大海在这里相接浑染一体 这里就是保持着原始的自然植物 美独树一帜的异域岛国 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 印度洋上的天堂道 这里坐落着一个奇特的动植物王国 一个充满神话与活力的世界 在距离非洲东海岸500公里处 有一座马达加斯加岛 人类在大约两千年前才涉足这里 岛上最初的居民来自亚洲 中东和非洲 马达加斯加部族众多 至今仍保留着多样的习俗和生活方式 位于岛国西南的阿纳考 是渔猎部族 梅佐人的故乡 这里地处偏远 很难从陆路抵达 梅佐人望水而居 以传统方式打鱼为生 这种船船外带有支架的滑子 是当地人的重要财产 他们不仅用它来打鱼 还用它运送各种物资 在两地间快速穿行的唯一方式 便是滑船 往内陆去 道路渐渐不通 而且不宜居住 离海滩仅一见之地 便是茂密的马达加斯加荆棘丛林 这里不适合人类生存 但却生活着出奇多的其他动物 比如拱饼马岛圈 符文陆龟的背甲上 长着漂亮的辐射状花纹 在世界各地是一种常见的爬虫 而在它的家乡 符文陆龟正濒临灭绝 马达加斯加西南密林中的很多植物都不被人知 从来没有进行过生物学分类 或是药理方面的研究 然而当地受人尊敬的土医们却知道哪些花叶树皮和树木能够制定 并且从古至今代代相传 这种崇尚自然的绿色药学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荆棘林的树木浑身带刺 一副生人物尽的模样 但却孕育了很多奇特的动植物 它们以各种方式适应了这里极端干燥的气候 能够保持水分的荆叶和坚硬的荆棘 倒刺 让这些植物可以耐高温和干旱 太阳鸟靠炉的花蜜为生 马岛荆棘林中的大部分动植物 都是当地特有的物种 这种变色龙就是其中之一 通常它的行动十分缓慢 能够模仿树枝晃动的样子 要想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 首先必须爬到树枝尖上 借锋利让自己够到另一棵树 这种操作风险很大 因为会把自己暴露给觅食的猛青 成功了 在这棵迷宫一样的大树上 变色龙可以轻松地骗过天地 马岛三眼膝的头顶上 长着被称为第三只眼睛的松果眼 生物学家们相信 这个对光极为敏感的器官 能帮助它调节昼夜节律 令人意外的是 在这样干旱的地方 下层土壤中却蕴藏着水分 史前溶洞为夜间活动的鸟类 提供了白天休息的地方 不过真正稀罕的是芒鱼 它们的眼睛已经完全退化 这表明它们已经在黑暗中 孤独地度过了数百万年 维佐人被称为海之子 在这里很难看到摩托艇 因为太贵了 很多维佐人至今仍是捕鱼为生 在海上度过大部分时光 它们沿着马大家斯加 西部沿海巨大的珊瑚礁 在各个岛屿之间穿梭 直到今天 这里都是它们打鱼的风水暴力 不过维佐人也渐渐无法 独享这笔财富 越来越多的国际捕鱼船队 开进马大家斯加沿海 日渐威胁它们的生计 马岛西海岸的珊瑚礁 大部分都还处于一种原始的状态 堪称水下天堂 但气候变化的丧钟也开始在这里敲响 逐渐升高的水温导致大片珊瑚死亡 眼下珊瑚礁还能设法自我修复 水下依旧是一片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 这里仍是维佐人赖以生存的宝藏 红尾蒙或在水中或在空中 大多时候都远离陆地 只在繁殖期才会上岸 这个叫做贝岛的小岛 就是他们理想的繁殖地点 从阿纳考成独木舟半个小时就能到达 这里没有贪吃的鼠类 红尾蒙可以安心养育自己的后代 这只幼鸟的嘴还是黑色的 不过长到六周大就基本成年了 成年红尾蒙在朝边照看的时间 也越来越少了 马达加斯加浮原辽阔 几乎刺成一小片大陆 岛上风光各离 从干燥的西南沿海到湿润的东北部 跨越一千五百公里 马苏阿拉国家公园是大狐猴的家 它们起得很早 一大早便爬到高高的树梢寻找可口的叶子 大狐猴只产于马达加斯加 是现村体型最大的狐猴 它们是岛上神圣的动物 不可猎杀 不可捕食 在马达加斯加神话中 大狐猴是人类的同胞 这怪异的叫声是在阻止其他同类 侵犯自己的领地 清晨的大合唱结束后 树林里渐渐安静下来 大狐猴一家开始专心致志地处理日常事物 礼毛吃饭 奥古斯丁和费利克斯是自然向导 它们对马苏阿拉国家公园里的一草一木都撩如指掌 白头美狐猴是数七动物 属于马岛东北部雨林的本土物中 稀有的夜尾壁虎完美地融入了四周的环境 白天它大头冲下 浮在树干上一动不动 除非受到惊扰 到了晚上就会去捕食昆虫 这些长有蕨类植物的树也被马大家斯家人奉为圣物 他们相信那些妖王婴儿的灵魂就安息在这里 比起科学的论据 这种敬畏之情能更好地保护自然 马苏阿拉半岛上的国家公园是马岛东北部最大的自然保护区 雨林和大海在这里相接浑然一提 紧邻着海滩便是郁郁葱葱的青山 这里的居民很少 村庄灵星掩藏在林木后方 岛上真正的主人们生活在树林里 他们有的依偎在一起睡眼惺忪 有的才刚刚醒来 比如马岛灵猫 马岛灵猫对人类无害 却是岛上少有的猛兽之一 马苏阿拉雨林所在的地区 是地球上降水最丰富的区域之一 年降雨量大约四千毫米 东南信风带来的厚重云堤 将大量雨水倾泻在马岛东部陡峭的山区 雨林就像海绵一样吸收水分 给喜爱潮湿的生物提供了理想的气息力 有很长一段时间 马达加斯家人都在岛上独自生活 与世隔绝的日子 大自然不容违抗的天威 在马岛催生了别具一格的神话体系和信仰 山川湖泊草木生灵都被人们净若神明 神圣不可侵犯 马达加斯家可说是变色龙之岛 岛上各种气候环境中 生活着大约六十种不同的变色龙 大约占了全球已知变色龙种类的一半 岛上有很多关于这些怪家伙的传说 其中一个是这样的 变色龙曾经是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 有一天他不小心冲撞了天神之子 天神震怒把变色龙狠狠扔到地上 变色龙醒来后环顾四周 弄清怎么回事后 他发誓从今以后走路一定要慢慢的 慢慢的 自那以后变色龙每走一步都非常小心 决心再也不能重蹈覆辙 变色龙的眼睛能看清在一公里外的物体上 而且双眼能分别扫视周围的环境 寻找可能的猎物 一旦锁定目标 剩下的就交给快如闪电的舌头 在马达加斯加内陆坐落着安德林吉特拉山脉 这里地处偏远 居民们大多自给自足 山里天气多变 有的高山海拔达到两千米 狂风暴雨时常降临 马达加斯加内陆 雄伟的大山在神奇的云雾间若隐若现 仿若仙境 这里就是安德林吉特拉山脉的圣域所在 安德林吉特拉国家公园 是一个不同一般的保护区 这里有很多珍贵的兰花品种和珍稀动物 都是当地独有的 这片广袤的高地 直到1998年才对公众开放 它是镶嵌在马岛上的一块硅宝 尤其是野外的稀有兰花品种 更是宝中之宝 拿破仑拉库图乔纳是一名自然向导 他能说出这里每一株植物 每一种动物的名称 这片高原还是一个巨大的水库 小溪汇集成河渐渐壮大 直到最后从峭壁上奔流而下 倾泻进山谷 传说很久以前 曾有一对王室的夫妇 在这里治好了自己的不遗症 自那以后 这里就成了一处圣地 高原上的流水 辗转来到山坡上的森林 化身无数条小河 溪流从树下穿过 湿润的森林成为很多鸟类和昆虫的家 金丝猪选了个阳光充足的地方 吐丝结王 他们知道王直径能达到两米宽 这种金灿灿的猪王非常结实 以至于几百年前 人们曾用它来织布 不过这样织出来的丝绸 仅小小的一片 就需要几十万丈株啊 所以这种工艺很快就无人问津 稻米种植一个基本的仙君导件 就是水 而这里有的是水 数不清的沟渠能把水送到稻田最远的角落梯田 在山脚下的森林里生活着一群环维武侯 当地人叫他们马鸡 每个马鸡家庭都是一个大家族 环尾狐猴极其爱交集 他们用大声的尖叫相互联络 特征醒目举之可爱的环尾狐猴 理所当然的被选为马大家斯加的吉祥物 在马岛西海岸还生活着一些更具象征意义的动物 流牛在马大家斯加随处可见 是巨大财富的象征 岛上最出名的树就是猴面包树 据说造主一时疏忽把猴面包树倒着种到了地上 所以他们想空中伸展的不是树枝 而是树根 据说猴面包树具有治愈功能 甚至含有魔力成分 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 这个湖边的猴面包树甚至能治愈女人的不孕症 谁又能抵御这样充满魔力的诱惑呢 离猴面包树林大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就是海 在这里当地特色的货船 古雀正沿着海岸线传来传往 这里的海岸通常覆盖着红树林沼泽 它们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 可以有效抵御可怕的暴风雨 红树林发达的根系让它们稳稳立在海边 果实则像立剑一般倒垂 成熟掉落时便可稳稳设进泥沼 扎根成长 招巢蟹就住在红树林幼苗中间 落潮时它们就从自己的小洞穴里爬出来觅食 招巢蟹的口部可以从泥沙中过滤出所有能吃的东西 不要的就团成一个个小泥团丢掉 红树林和它们的幼苗坦然面对着日复一日的潮涨潮落 海水对它们不构成威胁 相反它们很需要这片海路交替出现的极端的气息力 潭图鱼是另一个极端 它是鱼 待在陆地的时间却多过在水里 肥沃的红树林不仅是蟹类 昆虫和鸟类的庇护所 它们也为鱼类提供了安全的产卵地 渔民们在这里收获不佳 不过迷宫般的红树林根系是鱼苗的天堂 将来在外海捕获的鱼中说不定就要来自这里的 这些渔民常常在独木舟上一待就是一整天 想要捕到足够养活一家人的鱼并不容易 而且这一代的居民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就连孩子们的玩具也是自己用废弃木料和塑料袋做的小船 他们很早就开始学习加船 这种船很不好掌控 船上没有任何现代科技 没有引擎也没有导航设备 船长和船员们只能完全靠经验的航行 不论有没有风浪 只有这个能把大家安全带回家 一次又一次 自从第一批定居者飘洋过海来到这里 马达加斯加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迁 但这个独树一帜的异域导舵 仍然保持着大部分的原始自然之美 而这就是马达加斯加魅力长存的奥秘所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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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